今天开始,中美两国互相向对方的产品征收入后关税。 不过,因为在最后关头,特朗普决定把原定的25%税率降至10%,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10%,完全对冲了关税的效果。 因此,今天开始的正式征税成了好消息,已经在上星期连炒四天,从现在一直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。 估计特朗普都不会再反复,突然间把10%关税再加到25%。 因此,这是一段中美贸易蜜月期。 不过,既然关税无效,特朗普也必定会再想出其他方法来压迫中国,以目前的关税水平。 中国政府根本不会有兴趣与美国再进行谈判。 因此,再以别的方法加压是必然的。 所以,千万不好卖掉手上持有的避险股。 近日大市上升,股民暂时不需要避险,导致避险股股价下跌。 但是,新的惊客随时有机会发生。 高铁通车了,有什么概念股可以考虑,第一只概念股就是负责经营的港铁066。 高铁的产权百分百属于香港特区政府。 港铁执负责经营,有赞无赔的生意。 第二只是九仓置业1997。 高铁站离海港城北远,会推动海港城的人流。 第三只是新世界发展017。 新世界重建尖沙咀的位多已经部分入伙。 估计明年全部入伙,将提供另一个靠近高铁站的巨大商场。 新世界发展也刚刚公布2018年财政年度的全年业绩。 盈利急增两倍,理由就是仲股资产值,包括仲股位的价值。 业绩公布后,PE直降至只有4.79倍,上周五股价也急升5.79%,与9月12日低位比较。 短短7个交易日,股价急升13%。 短7个交易。 里面的农金。 短7个交易日,股价急升18%. 练习入地元 coulda了金帯留下来。 短7个交易日,股价急升9個交易日,股价急升19。